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 Let's go! 大川! 喂,喂! 可以聽到了嗎? 大川你好,來安安幾歲哪裡人? 39歲,然後現在在日本 來日本的大川,大川你想說什麼? 今天你說討論一下李克強嗎? 我可以沒有設主題的 那我就隨便聊幾句有關李克強的事情吧 首先我看的主要是外國的 今天只是把外網的一些危機百科的內容講一下 比如說那個什麼 現在李克強他的危機百科現在是被鎖定的 要鎖到11月11號 那麼一旦出現鎖定的話就說明有惡意修改了 大概是有很多這種陰謀論的這些人 他在裡面改這個內容 所以現在在保護之中 所以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反正在海外的話 就是這個 陰謀論是屬於甚囂成上 然後 李克強這個人吧 其實 他對中國的政治影響力非常的小 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 因為他是一個 怎麼講 他大部分都說他沒有什麼商業背景 就是說沒感覺到他後面 像那個溫家寶和胡錦濤 其實大家都知道他後面是代表了中國的一些 就是民營資本的那些勢力 他實際上是有背後是有資本的 但是李克強的話 更多的感覺是他更像是一個純粹的一個知識分子 然後 然後 從他的過去的人生經歷來看的話 就是他是真的就是學霸人生一路開掛 所有的東西都是 都是非常非常的優秀 就是這個腦子肯定是幾好的 智商非常的高 他是 他是北京大學法律系外加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然後有該校的這個法學學士經濟學碩士 經濟學博士學位 然後你想北京大學在中國是一個非常難考的一個學校 然後 他在裡面還能夠拿到兩個學位 法學還有碩士 還有經濟學 然後讀到博士 然後還有就是他好像是學生會的主席 在北大時期是 然後同時畢業的時候 就是即便在有那麼多的就是繁忙的這種政治工作 就學生會的這種工作之外 他還是能夠拿到首席畢業的這個資格 應該是當年他就說 所有的這個北大學生裡面他排第一名 就他那個系裡面 然後他是完全的學霸 然後他的這個論文我也看了一下 就是他的論文是最靠譜的 就是說基本上沒有人去質疑他的論文 因為他的論文是拿過獎的 因為他的名字就是獲獎的 他是他的那個叫什麼 《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這篇論文 拿到了中國經濟學的最高獎項叫做 《孫志芳的經濟科學獎》 還有 真的 對是 1996年第七屆是由利以寧教授 他們那些評價 就是那批就中國經濟學最好的那些教授 評出來的 所以呢 就是他的論文沒有造假的可能性 因為已經拿過獎了 就像我們說這個姚明的生日沒得造假 因為他出生的時候實際上是報紙上有燈 所以就是類似這種就是 是最經濟期考驗的這種學霸人生 但是呢 但是正因為他這個學霸人生吧 就導致的話 他的整體的政治思想和現在的這個中國政府 實際上是不相符合的 他是那種 他學的那個法學和經濟學其實都是偏西方的 所以呢 就是他的 就是意識形態方面是比較偏西方的那種 就是自由主義經濟的那個思維 就是 芝加哥學派那種 就是說完全放權 嗯 然後讓這個經濟自由發展的這個一種思維 嗯 然後這個東西呢 是和現在的中國的這種做法是不一致的 嗯 而且呢 就是所以呢 就是在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到最後他當年和習近平在競爭這個叫做 就是說總書記的時候呢 就導致他沒有辦法拿到那個位置 嗯 然後呢 就是要說的那個就是要他現在是這個 他是在這個長度的事情 但是他當年和習近平的那個時候 他到底是這個地方 曾經因為那個叫做雪疆的那個事情 造成大批量的這個艾滋病感染者 然後這個事情其實是他的執政期間的一個污點 然後像這種雪疆 什麼事情? 就是有一個叫什麼? 有一個叫什麼雪疆經濟 它是主要官員推動的一個雪疆經濟 然後導致部分河南人民造成重大傷害 這是艾滋病疫情氾濫 你是說他雪疆經濟是鼓勵大家去輸血是不是? 捐血賣血 應該是這樣 對對對 但是這不能說是他的問題 可能是 但是他當時是主政時期嘛 然後出了這個事情 他是主政什麼?他總理還是怎樣? 他是河南省的那個一把手啊那個時期 他在河南主政的時候 血疆經濟導致艾滋病流行 真的假的? 對他是1998年 我這個都是讀危機百科上面的東西 我這不是在哪裡找的 就1998年6月份 李克強離開北京轉任河南省省長 然後在河南為期有7年的工作 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年時期 由任湖南主要官員推動的血疆經濟 對部分河南人民造成重大傷害 只是艾滋病疫情泛濫 這是危機百科上面寫的 然後他後來又 你是看危機百科的 對 然後他後來進行了這個艾滋病的普查 然後又進行了這種遏制措施吧 最後使這個血疆經濟導致的這個疫情蔓延 他就給抑制下來了 這個東西呢就是 一般來講 不管是外媒 還有就是說中國 中國當然也不會講 就基本上這些東西都不會講 它是一個有爭議的事情 叫做河南學戶 但是基本上就是危機百科上就會寫這個事情 然後 這個是你自己講的還是也是維基上面的? 維基百科上面寫的叫做 主政河南時期的艾滋病爭議 那你自己怎麼看? 這個 我沒了解了 因為太久遠了 你不能讓我總是在危機百科上點這個 河南學戶再去看這個東西 反正它是德國資深報導的是叫做 李克昌就在衛寮有何資格的擔任總理 就是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說 中國工方從未承認學業感染造成大批 艾滋病毒受害者之醜聞 而負責掩蓋醜聞真相的官員紀 就是李克強 這是外媒 我必須要說這是外媒寫的 可以 我也沒有了解 只能說 就危機百科上這麼寫 我就這麼講了吧 然後 然後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主要還有P2P的問題 就是李克強他所有的那個東西 就是遇到經濟問題 或者說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都是那種放權 然後讓民間去搞 然後如果說河南雪 或跟他的那種放權是有關係的話 其實後期那個P2P那個爆雷 還有那些金融上面的亂象 其實跟他也是有一定關係的 就是他那種自由主義經濟的那種思維 實際上對在中國這個怎麼講 中國這個地方 就說如果你放的話 中國就是一放就亂 不放呢 不放大家就就閒得嚴 就是反正就是你很難把握好那個度 你要是放得過頭的話 他就會就會全磨亂舞 就是P2P那些那些壞分子啊什麼的 那些東西就出來就是騙老百姓錢 然後河南雪貨這個東西 他因為我也不好發表意見了 但是聽這個樣子 就應該也和李克強那種想放權的那種性格 比較接近導致的一個問題吧 所以因為他這種自由主義經濟的這種思維 導致他的這個學霸人設 在這個就是在整個中央政治委員會裡面的那種存在感 非常的非常的就是小吧 就是因為這個政治局常委裡面還有一個叫王滬寧的 那個王滬寧也是一個超級學霸 他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專業的法學措施 然後呢曾經當過復旦大學法學院的院長 然後是國際政治系的教授博士生導師 然後呢而且他的理論是非常的適合 就是現在的中國共產黨他現在推暢的那個東西 就比如說他最近2021年1月16號 1月6號這個美國國會衝擊之後 有一本王滬寧的這個著作叫做 《美國反對美國》這本書 深受追捧 這個是王滬寧自己寫的一本書 然後他當中就認為美國有三個最不好的主義 一個叫做個人主義 一個叫做享樂主義 一個叫做民主主義 這個東西呢會引起裂痕並且削弱競爭力 然後呢他提到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日本 他認為日本的強大是建立在三個主義上面 叫做集體主義、妄魔主義和權威主義 所以呢就你從他這個書裡面的這個 主要的這個這幾句話裡面你就能知道 實際上王滬寧他講的東西呢 就是在現在的中國這個政治裡面呢 是大家比較喜歡聽的 就是反對美國的這種放任的那種自由經濟 然後加強這個政府的這種集體主義 還有就是妄魔主義和權威主義這個東西呢 是比較適合現在的中國政治的 所以呢 王滬寧作為學霸一個人設 然後呢又得到 就是又和中國這個接地氣接的特別好 然後同時呢 同時呢說句實在話 就是現在的真實的國師就是王滬寧嘛 就是他已經陪了三代的三代的領導人 所以就說他的他的這個位置就就是這個 你這個學霸人設你不需要兩個人 這李克強和王滬寧來講的話 他們都屬於那種同樣的人設 但是就是政治立場不一樣 然後就是哪一個更適合中國現在的經濟環境呢 其實更適合的應該是王滬寧的他那些理論 所以到最後呢 習近平其實就是等於把王滬寧替代了這個李克強 就是所以呢 導致李克強到最後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存在感 所以到最後就是 為什麼就是就像你說的嘛 就一開始這個新聞過來的時候 大家第一反應就肯定不是 不是陰謀論 不是那個什麼背心臟兵 因為他存在感太太太低了 就在哪裡都有都有一個高位替代 就是都有一個比他強的人 他雖然一輩子就是說都是第一位 在北大一直都是第一位 他也是中國歷史上學歷最高的一個總理 就是現在這幾代總理 但是到最後呢 卻是一個這麼一個蒼涼的一個結局吧 然後到最後沒有存在感 其實也只能說明這個 我只能覺得這個跟時事是有關係吧 嗯 其實這也沒辦法 就只能說他有一個命運在那裡 他走到哪裡都遇到一個比他更厲害的人 就王布寧在他前面的話 他就缺乏之類的 所以呢今天就 我覺得你要怎麼去評價一個人 我不會覺得他蒼涼了 他都幹到總理了他還蒼涼 對 不是說他 就是 不是說他幹了 但是他太年就68歲 68歲 這個是不幸嘛 這個是意外 這個沒辦法 這個是可惜啦 但是他在政壇上 但是他在政壇上 可以了 媽的 幹到這個位置 這媽的 股間能有幾人 幾人合啊 真的是太蒼涼了 他蒼涼我們都跳樓了 我 你說的太對了 OKOK 好 我不能再同意了 好吧 謝謝你大川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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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高級成員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